该入土的中文词一,玩手机。 手机在中国最早是90年代后半期,那时候手机还是大哥大或者摩托罗拉最早的翻盖机。 除了打电话没有任何功能,进入本世纪大概是2004年开始,手机功能增多,可以拍照使用聊天软件。 开始出现早期的智能机,带全键盘可以发发邮件。 玩手机这个词开始慢慢出现,因为那时候聊天软件手机,娱乐都是一种休闲方式。 后来全屏智能机出现来,手机APP功能越来越强大,看视频点外卖打车,导航游戏很多很多。 最近十年随着办公数字化的普及,办公会议考勤工作群等等越来越占据打工人。 使用手机的大部分时间,网约车外卖员快递员甚至需要多部手机才能完成工作。 大量的视频制作者直播,从业者也是靠手机工作,领导通过微信钉钉布置工作,与客户也需要用通信软件沟通。 玩手机的玩就带有一种便宜。 中国人传统就有亡无丧志的说法,玩一向不是一种正面评价。 现在依然有很多人用玩手机这个,此来描述其他人使用手机的行为,你都不知道人家在干啥,凭什么用玩手机来判断呢? 虽然很多人也不会故意这样说,只是一种习惯用语。 但是这种说法潜移默化,对人的思想有影响,这种轻视的语气本身就有点不礼貌,缺乏边界感。 我希望社会能更少地用到这个词,让它成为过去。